看起來好像挺好玩的 原來要做也不難 這位小學老師伍sir最近開了Facebook page 並且開了Live教小朋友用家居廢物DIY小玩意 停課期間大家都減少出街 知道細菌我們看不到 所以鼓勵大家留在家裡 利用家裡的材料去做一些小玩具 我們的page有一個特點 就是簡單和快 材料盡量在家裡找到 不需要用到一些很專業的工具 亦都不希望大家為了做這些玩具 而特意要去買一些東西回來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們會和大家做這個花生發射器 材料相當簡單 在你家裡都找得到 我們馬上開始了 如果你沒有雪條棍的話 你也可以用這些咖啡攪拌棍去取代 另外我們準備一個衣夾 兩個慢字夾 一個水瓶蓋 四條橡筋和一卷的膠紙 我們第一個步驟 就是把其中兩支雪條棍 盤成一個十字的形狀 然後我們會用橡筋打交叉去挑 第二個步驟 我們會和大家安裝這個衣夾下去 為何用衣夾來做發射器 就是因為衣夾內藏了一個小蛋公 把這個慢字夾其中一邊向下屈 屈成一個L形 用尼尖嘴鉗 按住摺角 然後向上扭 好 剛剛好 是不是可以貼住我們的蓋子 這個位置正確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這兩個慢字夾 用膠紙盤起它 好像剛才剛才繳橡筋一樣 我們開始在另一邊 亦都幫它繳一圈 再加上力 來到最後的步驟 我們就把剛才做好的兩個組件 組合 我們就需要一條橡筋 其實每一段的玩具製作片裏 其實都會講述這個玩具的科學原理 最簡單的 我們通常都會運用橡筋 或者是用彈弓去發射機關 我們都會講返給小朋友聽 如果你眼裡的話 你會見到這個結構 又再出現了 這個結構就是一個連綱的結構 是簡單機械的一部分 只不過是把一個飲品盒 劏開了 加上去 就造成這個小恐龍的狀態 我們都希望 小朋友透過做了這些玩具 學懂了一些科學原理 都可以再構想屬於他自己的玩具 不單止是打進去機了 激發到大家 就真的可以動手做回自己的創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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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